這彎桂的顏色其實跟我之前在台北吃到的有一點不太一樣 也是在2020獲得米其林比登推薦美食啦 這是我的豬舌刈包 超級軟Q 不像街舞的感覺 它的春捲是可以客製化的 光甜度的部分就有從超甜到正常 然後掃糖微甜什麼什麼 超級多 這個超特別的耶 就有一點像日本的茶泡飯耶 對 太好吃了 這個昏桂怎麼可以這麼軟 它真的超級的軟耶 軟到真的很舒服 這味道我好喜歡 哈囉大家好 我是馬鈴屬線葉鈴 我現在人來到了台南 小編我們是不是超久沒有來台南的 對 已經有一陣子囉 真的 這一次我們來台南要跟你們分享市場美食 因為我們有發現一個市場叫做永樂市場 它這邊美食超級多 特別是在那個國華街路上 對 都在路上一整條 聽說很多 還有得過米其林的 真的 總之這邊的美食呢 真的是多不勝舉 好 那我們現在趕緊去排隊吧 因為聽說這邊的美食呢 很多都是超人氣 都是要大排場的 好 那我們出發囉 第一趟我們就直接先來吃這個在地老字號的美食 也是在2020獲得米其林比比登推薦美食啦 然後人氣也是相當的高 因為現在的時間是差不多快 早上的11點鐘 就超級多人排隊買了 外帶的也很多 內用的也很多 那一般大家都會點一套 一套就是什麼呢 有一個挖桂 再搭配它的魚羹 這挖桂的顏色呢 其實跟我之前在台北吃到的 有一點不太一樣喔 你看它的顏色是稍微比較濁一點點的 這個應該是它的黑醬油 對 它的醬油已經滲透到這個凹槽裡面進去了 然後可以看到蠻大的肉塊啊 還有一些香菇之類的 我覺得這口感應該是相當綿密的 非常的軟綿 那如果你們想要加辣的話 記得提前先跟店家說 我蒜泥的部分呢是自己加的 還有芥末醬 我是有加了一點點的蒜泥 我先試試看喔 相當的冬泡味 這個重口味我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它的醬油是帶一點鹹甜味的 它不是死鹹的那種 因為一般的話最多白色居多 但很香喔 整個醬香味都有跑出來 它的肉我看到有肥瘦的耶 你看這個超肥的 這好像是五花肉那個帶皮的對不對 如果你喜歡蒜香味的話呢 那個蒜泥加多一點 哇我剛才第一口整個蒜香味也超重喔 好軟綿喔 然後魚羹也是要配著吃的 看一下魚羹其實很簡單 上面是放一些薑絲嘛 然後它的魚羹呢大概給個 蠻多塊的耶 有大有小 它的酸味比較重耶 我發現啊它雖然很勾芡 但是喝起來算是偏有一點點清湯型的耶 你看魚羹的口感也好Q感喔 我覺得這樣子一個套竹啊 我很喜歡耶 早餐這樣吃很OK 接下來蛙粿的隔壁有一個阿松掛包也是大家機推的 也是在地老字號聽說有70多年歷史了 剛剛我們有遇到一個在地台南人他說 我都已經60多歲了我從小吃到大 從十幾次開始吃到現在 真的很不簡單 然後他一直跟我們說 你們一定要點豬舌掛包 因為他說外面吃不到 然後我們想說豬舌真的要來挑戰嗎 好像可以來挑戰一下耶 好給大家看一下 登登 這是我的豬舌掛包 我跟你說這掛包我一定會非常非常的喜歡 為什麼 因為它有花生醬 然後豬舌齁大概是有兩大塊 超級厚的這個豬舌 其實它的掛包也蠻簡單的配料就是放酸菜跟醃蘿蔔 超級軟Q 非常接吻的感覺 它醬子不是有那個花生醬的甜味嗎 然後有那個酸菜跟醃蘿蔔的酸味 酸甜酸甜的耶 而且你們看一下它高塔的顏色 是不是很像那個滴雞精的顏色對不對 真的很濃縮耶這個湯頭 不管是內用外帶都可以附這個湯頭的 外帶的話呢如果你要喝這個湯了 可以跟老闆講 它有一點點枸杞的味道 它整個味道真的是超濃郁的耶 你不覺得這個湯頭真的好加分喔 難怪剛剛我們前面的媽媽外帶三包 她講說這個湯是一定要喝的 哇這邊的美食真的超級多 你知道吃完掛包對面有一個金德春捲 是超多人排隊的 這三家都是人氣王耶 這春捲皮呢我覺得它還蠻特別 是有用小火仙慢煎的 你看它的皮有點焦黃色了對不對 因為它是有用慢火仙熱煎一下的 再來第二點我覺得很特別就是它的春捲 是可以客製化的 光甜度的部分就有從超甜到正常 然後掃糖微甜什麼什麼 超級多 跟賣飲料一樣啊 對 再來它的餡料也可以調整的 比如說你不吃香菜啊 Amy可以跟它講 但它那個配料如果你正常的話呢 大概是八種配料啦 其中我覺得要幾個蠻特別的小分享給你們 就是蝦子還有一個黃帝豆 我覺得也很特別 那其他都是比較常見的 我們先咬一口試試看好了 因為這個也是趁熱吃會比較好 畢竟它的皮是有點酥酥的 感覺它的皮比較有嫩性 是有一點點咬勁的 但是它的花生粉前面就可以吃得到 甜甜的味道 它的高麗菜其實超級多的耶 而且你看它的豬肉肥瘦也有 吃春捲的樂趣就在於 沒咬一口都有驚醒 它的蝦子就是這種小蝦仁啦 比較小一點點的對不對 好啦也可以了啦 有兩隻可以解解餐 它還是老字號60多年歷史耶 這邊附近真的很多都是老字號美食 我要帶大家去看一個很酷的東西 因為我剛才在奇樓的前面發現一個小攤販 阿法古早味紅豆 超級多藝人有採訪過耶 我們要不要也來買買看好不好 好 老闆剛剛有跟我說他們開了30多年 然後是一二休息 就是平常都是在這邊擺攤啦 我跟你說 我剛還沒買的時候老闆就說 你是不是要10塊錢那個 這不是因為他看我沒有吃過 所以我要長鮮 長鮮呢就是10塊錢 是長這樣子的 那如果你吃過你覺得很喜歡的話 你可以買一盒的 因為它一盒有分小盒跟大盒 給大家看一下你看 很像冰淇淋對不對 它大概有一點冰冰的喔 但紅豆的口感吃起來又更加的綿密耶 不管是老人家小孩都會蠻習慣的 它那個甜也是很舒服的甜 另外國華街路上有一家 蚵仔煎也是老字號60多年歷史了 其實它就是在花貴的對面 那為什麼我會挑選這家蚵仔煎 是因為我覺得它蚵仔煎很特別 除了有放大最常見的就是蚵仔一定要放的嘛 它其實有放肉燥 就是肉燥蚵仔煎的感覺 然後裡面有放豆芽菜啊 還有白菜等等的 其實它那個麵糊沒有裹很厚 它是從那種裹皮恰恰的那種 好我先來試試看好了 這樣子看起來好像也會很厚重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它這個甜味跟蚵仔煎搭起來超級大 而且它那個豆芽菜給的很多也是很juicy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香菇湯飯 這個超特別的耶 就有一點像日本的茶泡飯耶路哥 它這個香菇味道很容易 你知道不行了吧 因為它是用泡香菇的香菇水去熬成這個高湯 所以它整個滿滿的香菇味嘛對不對 它配料就是有給蝦子香菇肉絲 然後還有放筍絲嘛 然後香菇乾一咬下去 哇整個湯汁噴出來 就覺得超過癮的 又很香喔 現在我要帶大家去找一家百年布丁 但我看Google地圖 它上面是寫說好像在水仙宮市場裡面 所以其實我們也是可以拍水仙宮市場美食對不對 有機會的話再分享給你們 那我們去找一下那個布丁好不好 往前走 我們現在已經走到市場裡面來了 裡面賣好多的服飾喔 找到了找到了就這裡 我看到我們要買的東西就是這個 鮮奶焦糖烤布丁 那我們就來買一盒這個布丁好了 百年老字號的布丁 小小一罐的 它這樣子一盒大概有六個是180的 其實布丁就要倒扣出來 這樣子吃會比較好吃 它焦糖在上面耶對不對 是不是很綿密 後面整個會散發出一個奶香味 然後我覺得它焦糖的甜味 也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的死甜 但是我跟你講它這一家呢 其實有一個很厲害的 是水晶椒 水晶椒已經賣完了 最後一家天氣也越來越熱了 所以非常適合來吃一碗冰豆花 這也是老字號 大概有30多年歷史吧 你知道他們以前是什麼起家的嗎 是做黑砂糖爆冰起家的 然後我旁邊有一個超復古的東西 就是這個扁蛋 他們以前是挑扁蛋賣豆花耶 大家來這邊都會點一個 所謂的招牌豆花 其實它不只是豆花有名 它有一個東西一定要吃就是它的昏桂 好我們給大家看一下五色昏桂有哪些喔 我記得有原味的嘛 然後有加豆漿的 然後有洛神花的 這是黑糖昏桂對不對 這個應該是鳳梨嘛對不對 對鳳梨的 我覺得布丁搭配豆花一起吃 超級的邪惡 因為它兩個都是超級綿密的口感 豆花的豆香味很重 這布丁是還蠻甜的 因為它有一些焦糖有沒有 我試試看它昏桂 因為昏桂是招牌必吃的 太好吃了 這個昏桂怎麼看這麼軟 那我剛才吃的那個是鳳梨口味的 我有發現它鳳梨的香氣跟甜味整個有呈現出來 所以一吃下去就覺得喔就是鳳梨 有沒有有沒有有沒有 傳統一般的那個昏桂啊 它強調是那個Q筋 所以傳統那個很黏 好滑喔 它是不是又滑又嫩對不對 對真的不錯耶 它其實有另外賣昏桂喔 這昏桂我會買 又真的太好吃了 會不會耶 真的很滑滑 好我們現在來到了二樓 但是我發現 這邊好像有居民住的樣子 你看有那個曬衣架 對它其實應該是住家 所以這邊裡面也算是住宅區 然後也有咖啡廳還有補著店 對 這是百貨行超酷的耶 看起來就是非常的復古 對 真的是酒廊啦 感覺會有Bartender在這邊調酒耶 這邊還有賣杏仁茶的 我們現在又看到另外一家咖啡廳了 這個是密室咖啡 它沒有開 它沒有開 大家逛完永樂市場也可以上來 這邊喝杯咖啡啦 好以上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 永樂市場美食 今天吃過眾多的美食呢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呢 我真的非常難選 因為我發現這邊的美食 每一個都超合我胃口的 從第一家到最後一家 我真的覺得每一家都不采雷都超好吃 所以這一集呢 真的就是必吃不采雷的美食耶 雖然大家都講台南食物有點甜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好適合我 因為其實我們家鄉那邊的食物 有些醬汁也是偏甜鹹 我覺得不管是正餐甜點小吃 我都非常的喜歡 所以以上的美食呢 基本上每一家呢 我都很推薦 大家都可以參考 好不知道大家看完這一集呢 有什麼新的感想要跟我說的話呢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啦 或是台南朋友看完這一集 有想要推薦你們的口袋名單給我的話呢 也歡迎留言給我啦 好 那我們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呢 記得幫我按讚個分享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